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教 欢迎收听今天的《贵谷早知道》 11月30日 AlphaFold系统在第14届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 CASP夺冠 平均拿下92.4的中位数的高分 这个竞赛其实是94年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约翰·穆尔特和同事们发起的 比赛的目的是 比较计算机预测的蛋白质的结构 和实验室的结果 得分如果在90分以上 就可以认定为与实验室结果一致 相比于第一次出现在大家事业里的AlphaFold 大家可能对Google DeepMind的AlphaGo是非常熟悉了 DeepMind我们再重新说一下 它是一家英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公司创立于2010年 在4年后被谷歌收购 DeepMind创造了一个以人类的方式 学习如何玩电子游戏的人工神经网络 并且这个神经网络可以介入一个外部的存储器 就像一个传统的图灵机一样 使得一台电脑可以模拟人类的短期记忆 很多人一看到这种灰色难懂的生物名词 和奇奇怪怪的3D蛋白质模型 就对这个话题往而却步了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AlphaFold的研究成果 对于我们的长远意义 蛋白质折叠是生物学最大的三个未知问题之一 首先它关系到代代相传的遗传信息 到底是怎么制导生命活动的 其次它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因为绝大多数的药物 都是通过结合特定蛋白质来起作用的 如果我们能搞清楚 蛋白质的分子怎么折叠 三维的结构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能够更方便地设计出来药物 来治疗疾病 所以本期的硅谷早知道 我们就来深入前处地聊一聊 AlphaFold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和了解这个领域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璐 他在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基金Fusion Fund 这家基金在硅谷专注于高科技行业 以及医疗行业的中早期投资 也是我们硅谷早知道的老朋友了 哈喽张璐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硅谷早知道 林江你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动活泼传媒旗下 硅谷早知道第四集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巨变 那就请和我们一起在最前线 观察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变化 影响和机遇 所以张璐能不能帮我们通俗地聊一聊 蛋白质折叠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呢 好的 丁江你好 大家好 确实其实AlphaFold像你讲到的 并没有说像AlphaGo或AlphaZero之前 引起了那么多公众的一个关注 但实际上从我们无论是说做技术 做科技投资还是做学术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的无论是说在科研上面的贡献 甚至说在未来技术转型商业化的贡献 实际上可能比AlphaGo和AlphaZero都要巨大 那你刚才问到说怎么样通俗地去解释 这个蛋白质折叠 我可能也就是通俗地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蛋白质折叠它是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有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中还有结构生物学家这一类 是结构生物学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挑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首先就大家对蛋白质应该很熟悉 对吧 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 很多生物的生物体的组成部分也是蛋白质 而蛋白质折叠实际上就是在蛋白质的一个 3D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结构 而这个空间结构去决定了蛋白质 它本身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还有性能 我们拿人来举例的话 我们身体中实际上是有就是十几万种的一个蛋白质 那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它基本组成单元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氨基酸嘛 大家经常讲说吃什么东西里面有什么氨基酸 那自然界它一共的氨基酸种类是20种 那我们如果再细地讲的话 说氨基酸它是怎么样去形成蛋白质的 因为氨基酸其实我们就想说 如果我们把人身体看成一个大的机器 那蛋白质就是一个一个的零件 氨基酸就是连接 就是组成了一下一个一个非常小的那个部件 或者说是particle 那蛋白质它最基本的过程是氨基酸 氨基酸它最基本的 其实上就是通过一个钛链的方式去连接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有20种天然氨基酸 这些氨基酸它会进行各种各样方式的连接 它通过钛链连成了一个线性的多钛链 就像一串项链一样 那你要把这样一个一个氨基酸 通过像项链的形式连成一个链之后的话呢 是不是它的组成 它的顺序会不一样 那由于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项链里面 它穿的这些氨基酸的种类和顺序不一样呢 它就会让这个氨基酸的形成的这个多钛链呢 形成不同的折叠 它可能会形成各种空间角度的折叠 那在这个折叠的过程中 形成的这个过程就叫我们讲的蛋白质折叠 由于这样的折叠最后形成的 具有特定的三维空间结构的蛋白质呢 就是蛋白质的结构 而这些不同的结构呢 又决定了这些蛋白质 它不同的一个特性和不同的一个功能 甚至说大家讲 因为我是在斯坦福大师学科 我是学材料科学工程的 我们当然就很多分子结构啊 原子结构 我们经常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像一构体 一构体就是说 你看它的分子式是一样的 但它其实三体空间是不一样的 其实对蛋白质也是类似 就哪怕说你连在这个 一个项链上面的这些 就是这几种类的氨基酸是一样的 但它们的排列顺序不一样 它的折叠方式也会不同 而且它这个折叠是3D的 三维的一个折叠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排列组成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一个可能 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我们现在算概率 说C++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领域 它非常的复杂 包括说为什么蛋白质折叠 是这么这么重要的一个 在结构生物学的一个命题 那为什么大家需要研究 蛋白质折叠 我们在科学上面是 通过研究蛋白质的折叠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切目标呢 因为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蛋白质的结构 尤其它这个3D结构呢 它决定了它能够做什么样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 其实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嘛 那它的每个蛋白质特定的功能 是决定于它独特的3D结构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 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会有抗体 它的这个结构呢 它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字母Y 一样的形状的 那它这个形状也就决定了 它能有什么样的功能 是一个对应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女生 讲的这个胶原蛋白 对吧 胶原蛋白流失 胶原蛋白它就像一个 绳子的形状一样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 包括我们现在讲说 COVID-19 对吧 冠状病毒 然后怎么样去发掘 它到底这个蛋白 会形成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也是要从结构的角度去入手 我们理解了它 如果折叠形成怎么样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预测说 原来它可能是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在针对这个病毒 无论是去研究怎么消灭它 或者说是疫苗的时候 才能够更加更加的有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关键核心 也是一项非常非常复杂的任务 实际上可能很多 大家也都有听到 最早的就是由我们这个基因序列 来去推断预测 蛋白的三体结构 是在其实是很多年前 大概我记得172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 一个得主 他当时就是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构想 因为他觉得他提出的构想 就是说在蛋白之后 刚才提到了 他首先是由氨基酸连成的一个项链 对吧 然后这个项链 由于它的排列 还有准类 然后进行折叠 他提出说 这个氨基酸排列的一个这个序列 它能够决定 它的一个三级结构 所以大家提出了这个设想之后 就有很多的结构生物学家 在这个方向上去进行探索 当然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一个穷举法 但是我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 它是如何折叠的 如果用穷举法的方式去探索 那就是无穷无尽 但是现在实际上Alpha 4的 让大家觉得非常兴奋的一点 其实就是用深度学习的方式 用建模的方式 其实是一种更聪明和更高效的方式 去进行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和判断 所以我看到很多文章也是说 是不是这个Alpha 4出来之后 很多蛋白质结构科学家就要失业了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 这个就跟我们整体上去聊 很多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一样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投的 也是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说 我们Alpha 4的这个例子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 在整个医疗领域的应用 它现在在现阶段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还是负能 甚至说我们在负能在进一步 说解放就是进行效能提升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去进行更加好的一个效能提升 去解决一个步骤的问题 但是生物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而且其实包括我们讲说Alpha 4的 为什么现在可以取得 因为它18年就参加了比赛 包括前一段三月份 它有提出当时对于冠状病毒 到各方面蛋白结构的一种预测 虽然说那个预测结果也很好 但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关注 它预测准确的那个几个很准确 但它剩下那些就很离谱 就是差得很大 到现在这次参加比赛的 这个准确率又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一方面是它算法的一个提升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本身基础的这些 就是结构生物学的研究 包括说我们现在已知的 这几万个蛋白质的模型 这些数据的进一步的增加 还有包括它团队里 实际上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 非常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 去进行这种跨学科的 信息的一个整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回到你就是最初的问题 到底说这些科学家会不会失业 我觉得是不会失业的 我觉得其实是像我提到的 用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 去帮助他们进行更有效的 蛋白质结构的一个判断和预测 同时的话也可以让生物学家 比如说可以进一步的推动 他们在一些领域的 进一步的一个研究 或者说我觉得就比如说 现在AlphaFold是取得了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它可以去很精准的预测 这些蛋白质的结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关键性的 问题没有被解答 或者说暂时或以后也很难去被AlphaGo去解答 因为比如说为什么 就是这个结构会导致这样的功能 对吧 那导致这样的功能之后 再进一步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程度上来看 我并不觉得结构生物学家会失业 那他可能AlphaFold在某种程度上 他可以替代比较简单的蛋白质的结构生物学 但是我们真正的结构生物学家 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蛋白质的结构生物学 他要更多更复杂的结构 去等着一个解构 而且AlphaGo在短期也不可能替代实验 因为在生物学的实验中 它其实蛋白质功能才是最重要的 结构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变量 它很重要 但是我们理解结构之后 我们还要理解后面的一个 从动力学的角度去理解说道题 它这个蛋白质功能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简而言之就是 它实际上是一个加速 是一个负能 但是它不会是一个替代 我能不能这么通俗的理解 就有点像我们可能吃中药一样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 几千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我吃这个 它就是work的 然后就等于说是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蛋白 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它的结构怎么样 原理怎么样 它跟它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联系在哪的 对对对 是的 另外的话 其实你想我们每次聊到 人工智能要到深度学习 其实它的核心是什么 它核心还是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 所以你看我这里面两个核心的 就形容词 一个是说数量要大 另外一个是质量要高 但现在我们实际上 已有的生物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都还远远不够 而我们现有的这些 就是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来自于 现在已有的这些实验手段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当这些 比如说像冷冻电竞这种实验手段 更多的去结构出 更多的新的蛋白质的结构 这些数据会反向来服务AlphaFold 让它变得更加准确 但同时的话AlphaFold 也会给出更好的一个预测 其实帮助这些科学家 去缩短他们整个 在实验过程中的时间的损耗 包括在尤其是说资金的投入 其实是每次结构生物学家 去结构一个蛋白质过程 实验成本 各方面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 相辅相成 相互负能的一个阶段 能不能给大家通俗 讲一讲冷冻电竞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去跟大家从头讲说 什么是冷冻电竞 冷冻电竞 它全称应该叫冷冻的 电子显微镜 通过冷冻电竞 实际上是希望可以通过温度 其他各方面的参数的控制 可以去更加以圆形的方式 去保持蛋白质 它本身的一个促使的形态 这样才可以 在它不受损伤的基础上 去研究它的一个结构 所以冷冻电竞 是我们现阶段 就是在实验中 很多去应用 来去解构蛋白质的一个结构 3D结构的 那除了冷冻电竞之外 当然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 像我们材料也经常用的 像是XRD 对吧 XRD用的也很多 另外就MRI是那个 核磁共振 这个也用的很多 所以实际上是通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一维 二维 三维的方式 各种各样 Imaging就是成像的这种方式 去解构蛋白质的 3D模型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 可能在概念上 就传统我们可能 确定一个蛋白质 它的结构 比如说是用冷冻电竞 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然后有了这个 α4之后 我们大概是可能 把这个效率 能够提高多少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 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看你要使用像 冷冻电竞 核磁共振 XRD 这些实验技术 它本身就是有 很多时间上的损耗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它实际上是一个 实验的过程 实验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错误 这个错误 很可能有实践错误 也有人为错误 所以这个过程 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 每个蛋白质 解构的一个成本 有些甚至可能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但大家想想 有多少蛋白质 每个蛋白质 就要花费 以年为计算单位的时间 同时它的成本 也是上十万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 所以它无论是时间 还有资金的消耗 都是非常巨大的 那生物学家 想利用人工智能 这个方法呢 也是因为这个过程 实在是太低效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如果是像 α4的的话呢 其实它们的时间 就可以大大的缩短 首先成本 当然大大缩短了 这个就无庸置疑 它不需要去画 这个实验的过程 但同时的话 时间层面上 也可以大大缩短上 比如说几周 甚至说可能复杂一点 它这个也是有一个range 从天数到周数到月数 都是有的 但是基本上 跟以往相比的话 大大的提升 至少说 我们如果是从年到月的 一个跨度 大概是十倍以上 甚至是二十倍 五十倍以上 那还是很大的一个 科学的一个breakthrough 是的 因为这个领域 其实还是蛮深 蛮这个前沿的 因为我自己 其实看了好多篇文章 也都是非常的 摸不着头脑 所以我就觉得 就科学界觉得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breakthrough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能够期待 它们在商业上面 很快的有应用吗 我觉得其实就首先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解一点 就是AlphaFold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进展 它绝对是一个变革性 是一个结构生物学 甚至说像你讲到的 它其实会有很大的商用价值 包括像我刚才讲到 其实从我们在 技术领域的人来看的话 和AlphaZero AlphaGo相比 AlphaFold它的商用价值 是大的多的多的 而且它解决的问题 也是非常具有 现实应用价值 而且非常具有 巨大的商业价值的 但是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问题 虽然说AlphaFold 达到了最高的进度 它达到的是最高 大家看到是92点几 但它毕竟还不是百分之百 当然现在是不是百分之百 还有一部分是说 是不是我们 做测试的那些数据 本身是不是存在实验误差 但本身来讲 它预测的结构 并不是完美的 它有很多 其实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包括就是它现在 确定了一些 比如说确定的角度 确定的距离 但是它精确的位置 比如说氨基酸测量 精确的位置 它实际上还是 并不能够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 大家一定还是要 给技术有一定的耐心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本身它的发展 也要依托于 本身结构生物学 它自己的发展 我们拥有更多的高质量的 这些蛋白质3D结构的数据 因为它本身实际上 是一个Deep Learning 是一个深度学习 更多这些高质量数据进去 AlphaFold 它实际上才会更加的精准 才可以更快的进入商业化 但是它一旦开始进入商业化了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 可能首先第一点 就是药可能会更便宜 其实是像我们平时的话 为什么说药厂 它有些药会比较昂贵呢 并不是像大家经常想象的 说药厂就一定是邪恶的 像电影里去描绘的 它去故意受高价 是因为药厂 在进行新药研发的过程中 很新的一个新药研发的投入 实际上不是以 几亿美金为起点 其实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上十亿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投入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像AlphaFold的这样的工具 去进一步的 首先缩减 新药研发的时间 同时呢 降低新药研发的成本 那我们将来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 就是获得药的成本 也会大幅降低 所以大家都会有 更便宜的一个药 就比如说 包括一些像是脑部疾病 像老年痴呆 帕金森这样的疾病 其实现在也 当然还没有确定 也是说可能会和 在蛋白质折叠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去导致的 所以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不只是说制药 还会帮助我们 会更好的去理解一些 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疾病 它的成因 就到底是 哪一步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可以 进行更好的诊断 同时再去进行治疗 那再往前推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个技术 如此的高效 而且大家也知道 其实它针对 每个蛋白质 去进行分析的话 它可以做到 更好的个性化 甚至包括 我们现在想讲的话 那必然 Alpha4的这样的技术 也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地去研发疫苗 甚至是个性化的疫苗 因为本身疫苗 它就是要去研究说 这个病毒的 蛋白质的结构 到底是怎么样功能的 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 去找出一个疫苗 可以去抑制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跟大家 非常息息相关的 那如果还有一些 更大的在延伸的话呢 其实现在我们 经常一个大的主题 讲的就是 全球的一个叫 可持续性发展 污染的问题 那污染的问题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降解问题 怎么样可以 进行更好的降解 垃圾降解 石油降解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因为我们材料系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向 是高分子方向嘛 其实在这个方向上 也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其实这个 也是跟蛋白质 设计是很相关的 如果可以通过 AlphaFold去实现 可生物降解 酶的这样的一个 进步的话呢 就是有针对性的 让这个生物降解酶 比如说去针对 这种特种作料 或者说是石油 或者说是 其他的特性的垃圾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更加 以生物形态的 去分解和降解废物 这样的话 所谓的一个 环境污染 各方面就会 不大大的降低 所以其实我觉得 所有的这些可能性 未来都可以通过 像加速我们 整个结构生物学的 一个发展去实现 那AlphaFold呢 实在是就是一个 像我提到的 非常非常有力的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工具 可以去帮助我们 加速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加速的话 去帮助我们 解构更多的 蛋白质的一个3D 3D的一个结构 所以DeepMine 它下面其实是 分了好多不同的团队 是吗 就是AlphaGo AlphaZero 和这个AlphaFold 还有其他的一些团队 在研究不同领域的 Deep Learning吗 其实有啊 其实是这样 他们整体上的模型 都是说怎么样 是深度学习 包括他有各种各样 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Reinforce的 这个Learning 对吧 还有Deep Learning 各种各样的模型 我觉得其实DeepMine 一直是在工业界 或者说各个领域 去找到一个好的 应用的一个切入点 实际上就是 他造了一个工具 他希望找到一个 应用的领域 去试验这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 也会在试验的过程中 在应用的过程中 变得越来越高效 越来越准确 所以啊 其实AlphaFold呢 你会发现 它是在有AlphaZero AlphaGo AlphaFold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 实际上它本质上 其实一个大的团队 它要去 核心要做的 实际上还是 它那个Deep Learning的 这个Engine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如果说 看一下AlphaFold的 这个团队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它里面的人才 包括你看到 它的轮章里面的一座 也都是非常非常杰出的 各个背景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不只是人工智能科学家 其实这就是 我刚才讲到的 这是也是 我们现在看创新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跨学科合作 我们能看到说 这个各个领域的 顶尖的人物 人工智能的顶尖人物 生物学家 结构生物学家 然后各种各样背景的 然后数据工程师 所有的人距离到一起 然后才可以把 所有这些信息 整合到一起 去进行应用 其实最早 我开始投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应用的时候 我当时就发现 这个领域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 缺少应用场景 或者缺少人才 其实都有 但那一问题 就是两边 实际上在之前 没有很好的沟通 对对方有误解 其实很多传统的 生物学家 很看不上 人工智能 做很多生物学 相关的这些分析 觉得它不够准确 一些刚开始的 一些人工智能的团队 经常会提出一个 所谓的Vision 就是我们要替代掉 这些人 包括最早的一些 说替代掉医生 替代掉护士 替代掉结构生物学家 所以两边 就是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 对峙的状态 但实际上 如果双边开始合作 就像Alpha 4的这样 把这些人 集合到一起 其实确实是 互相复能 就像我讲的 我们一直在聊 Alpha 4的对 整体结构生物学的影响 但是就像我提到的 也是因为 结构生物学 它本身的发展 可以去持续地 在过去支持 Alpha 4的发展 给它提供了 非常充足的 高质量的数据 在未来也会 持续地去支持它的发展 就跟我们在互联网 这些大数据的 这些领域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们 有了很多的data之后 我们才能够来 这个训练这个AI 能够让大家 才能用上 这样的一个数据 去做更多的 这个发掘 对 我觉得应该 就是相辅相成 这个历史的 这个进步的必然 对对 而且其实我们 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去解决 就比如说像 Alpha 4的它提出了 说它可以成功 运速出来结构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对于很多 人工智能的算法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它 怎么预测出来的 这个方面 这个规律实际上 它是一个黑盒子 就是你要 要可解释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说 单纯靠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去解决的 这个可能反向 反而需要 结构生物学家 去从他们的角度 再去验证 说到底这边 预测出来的 验证了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去把这个 结构和功能性 做一个更好的 correlation 就是更好的 一个连接和对应 我不知道你有 这个仔细读 他们的这个比赛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他们整个的一个 比赛的一个流程 是怎么样的 就是组织方 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然后大家去用 不同的自己的算法 去预测 然后后面再分析 谁的更接近 这个命题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 他们就是会选择一些 在过去几年 已经被就是通过 我们讲说冷冻电竞 最新结构出来的 一些蛋白质 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考题 他们的3D结构 然后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团队 来提交 但是不是说 都是一定要用 人工智能的方法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去提交 他们的这个 对这个蛋白质 3D结构的预测 基于他们的这个 氨基酸碱基 碱基对它之间的 这个排序 包括其实你看 今年参与的 其实还有一些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呀 然后除了像 谷歌参与的像微软啊 这些大的公司 好像中国也有企业参加 还有一些 很多学校去参加 所以其实它参与的 机构和背景 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团队 那Alpha 4的今年 当然是非常出色 它的领先程度 还有准确率是最高的 而且领先第二名很多 好的 那我觉得其实今年也是 非常神奇的一年 然后我们其实在生物领域 你投资 或者是看到的一些 串是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聊Alpha 4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Alpha 4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代表是怎么样用 文长的新技术 就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在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应用 因为整体上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因为从我们人体上来讲 我们其实有很多 无论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大脑 对身体结构 包括基础的细胞 蛋白怎么运作 还缺少很多的认知和解释 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那这个缺失也是因为 我们之前实际上没有能力 去收集这么多的人体的生理性的数据 同时通过这些数据去挖掘这些价值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节点 就是我们周围布满了这些低成本的传感器 或者说是一些设备 包括我们的手机 而且这些传感器的价格都在不限的降低 我们可以多位的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这些数据 然后再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工具 去进行数据的优化 筛选选择分析 然后去进一步的去反向辅助 我们在医疗层面上 无论是诊断 还是说是个性化治疗 其实我们包括经常讲说 癌症的一个最终的出估路 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诊疗 那怎么样能完成个性化 那你必须要借助数据的力量 还有人工智能的帮助才能够去完成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结合的过程 就我经常讲说不是用人工智能去替代 而是说用人工智能去叠加在我们现有的 这些医疗手段医疗器械之上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也是我们一直在投的趋势 我是从17年开始投 然后今年就非常明显感受到 我投的所有这些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的公司 今年一年的无论是说 它的收入增长 融资增长 甚至说退出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惊人 是因为今年可能大家也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迫弃的一个需求 如果说再去具体细分去看的话 因为刚才正好也提到了一个 就是跟结构生物学相关的 我刚才提到说 由于蛋白质折叠引起的一个疾病 就是脑部疾病 就帕金森老年痴呆 实际上这也是我非常关注 和非常希望看到更多技术应用的一个领域 就是精神类疾病的 在新技术方面的一个整合 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的 帕金森老年痴呆 尤其是老年痴呆 还有其他的像比如说抑郁症这些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很好的技术手段 去对这类疾病进行持续性诊断 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想到 所谓的诊断 你是一次性诊断 对吧 你去看医生这次测一些东西 然后告诉你是不是有得这个疾病 但是脑部疾病 比如说像老年痴呆 你很难说我看你一下 知道你有没有得老年痴呆 它需要一个持续的监控 然后信息的分析收集 才可以进行很早期的诊断 但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技术条件 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我另外一个今年年初也在 旧精神的这个 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 就医疗大会上 我17年是发了 人工智能的报告 今年我其实在演讲的时候 讲的就是别人计算 那现在其实医疗领域 还有一个大的挑战 就是数据量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进行数据的传输 分析实时反馈 其实别人计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那现在这些技术都已经开始整合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找到各种疾病的相关性 比如说对老年痴呆 对于特定的每个人 到底他的发病成因是什么原因 只有理解了他的发病成因 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进行个性化的一个治疗 而这个脑部疾病可能在以前 我们其实在这方面的发展 是比我们对于心脑血管级别和癌症 关注的要少很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全球都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社会 所以脑部疾病 就是比如说就像老年痴呆 这个疾病 认知障碍这个病 疾病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它本身给社会福利 包括保险带来的负担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在这一方面推一步的话 就是我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 尤其是人工智能在医疗的应用 实际上是depression就是抑郁 其实人的这些情绪抑郁这方面的 就是我们叫disorder 就是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过来 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黑猴子 而且它每个人的成病的原因 也都是比较有它的个性化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新技术 可以去发挥非常重要 影响力的一些方向 如果我再追问一下 就比如说是现在前年的 像我们在了解抑郁 然后再了解老年痴呆 大家现在前沿的用的研究的方法 或者大家的技术手段 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你是说就是新的技术 还是传统的技术 就是新的技术 就你投资的 或者是你看到大家现在 正在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新的技术 当然其实最基本的 就像我想到了 就像AlphaFold一样 它其实是把人工智能引入进来 然后依托于现有的 已经存在的收集的 大量的这些生理性数据 去进行相关性的联系 去进行个性化诊断 比如说发现说 这个人得老年痴呆 他很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他经常抽烟 那个人很可能是 比如说基因的问题 然后再和他其他的一些 检测手段的结果 去进行相结合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 同时的话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还有包括这些低成本传感器 去进行大量数据的收集 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建模 所以可以进行更好的早期诊断 也或者说早期诊断 它有一定预防的一个功能 然后从可能大的社会的层面上的话 你可能也可以对整体的 比如说加州的这些人群 做一个预判和预诊断 然后有一个比如说 从社会层面上 政府层面上 regulation的层面上 监管层面上的一个预判 所以这是比较多的 现在看到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 当然还有更加先进的技术 就比如说像纳米机器人 因为今年还有一个就是Elon Musk 他不是发布了 他那个脑机接口的公司吗 但其实他并不是 这个领域做的第一家公司 像Kernel前一年 也是做的很不错 我们投的一家公司 叫Paradromics 这是这领域的第一家公司 他15年就开始做了 也是拿了国防部 就大量的 就是这种免费的 方便的资本在做应用 那这可能就是更多的 基于治疗 他其实是用这种 纳米纤维驱动的纳米机器人 然后植入到大脑之后 用纳米纤维重建脑神经地质的 传递 通过重建脑神经质地的传递 实际上不就可以修复部分脑损伤吗 就比如说像帕金森 其实他就是有一部分脑 大脑的一部分 他变灰色了 他脑神经地质的传递停止了 以前的很多 就其实已经失败的药 他的目的是想去刺激那部分 重新进行信息传递 但是做不到 但是我刚才讲的 这样的纳米机器人的技术 他其实比较简单直接 就是像你心脏搭桥一样 你这边不痛 我给你再搭一个 同时他在修复脑损伤的同时 重建脑回路的同时 他其实也形成了一个接口 我们以前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网络运作的 信息怎么传输的 是很难去有一个 就是全面的一个信息收集的 一方面是说 你知道我们大脑中的这些 神经元在去运作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一个 就像布朗运动一样 他不是说是单线程的 或双线程的 他是很random 他是来回来去走的 但是我们计算机去处理数据的时候 他是单线程的 所以有了像这种 纳米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端口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收集了之后 通过我们中间一个处理器 CMOS处理器 把它处理成单线程的数据 去让机器去进行读取 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过程 也就是大家经常理解的 说所谓的脑机接口 包括今年Elon Musk 他不是宣布他们那个 当时在猪身上 他们带宽能处理多少信息吗 我们投的那家公司Pyragyomics 在三年前实际上 处理信息能力 已经是他们的大概四倍左右了 所以这些的发展 都会让我们更好的去分析 收集 然后去理解 大脑是怎么样运作的 我们只有更好的 精确地理解了 这个大脑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地去理解 到底哪一步出错了 才会导致某种疾病 然后去试图地去修复它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 很多人的关注点 还在癌症上 是因为癌症听起来很可怕 来了之后来势汹汹 但是真的我们要 从宏观的角度讲的话呢 去看整体的人口基数 还有说未来老龄化社会的 这个趋势 脑部疾病 神经类疾病 尤其像老年痴呆这类的疾病 会是我们非常非常 巨大的一个挑战 是的 其实我家 然后还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我觉得这个比例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的 这个寿命是越来越长的 我们现在不关心 这个话题的话 那可能后面 我们没有办法应对 整个逐渐变老龄化的 这个整个全球的社会 其实我看你 这个今年大概投了 大概能有九个项目 十个项目 所以大概这个方向 你是在往哪个方面看的 我们刚刚聊了 像是这种可能 depression 还有精神类疾病 这些方面的一些创业公司 然后你今年还出手了 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今年我一共是 其实到目前投了七个项目吧 我觉得除了医疗之外的话 其他一个重要的方向 我投比较多的 其实还是相关于数字化转型 就我们一直在投 这个工业和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 当然今年由于疫情的加速 大家都必须要 做数字化转型 所以也推进了很多 传统行业在这个方面的 技术的应用整合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除了 就是直接处理数据之外 我们可能也布局了一些 非常好的和网络相关的 还有就比如说 这网络技术相关 像编计算这方面的 也在持续布局 另外一个的话呢 包括其实今天我们聊之前 我刚才在跟团队开一个会 我们在做我们 新一轮的行业报告 其实针对的 还是说数据安全的问题 因为现在其实另外一个 比较火热的话题 大家经常在讲的 就是科技的一个监管 对于大型科技企业的 一个监管 但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监管最核心的部分 实际上是对数据的监管 我们经常讲 科技企业的所谓的垄断 我觉得它的核心 是数据垄断 所以这个数据垄断 它需要技术去解决 它也需要监管去解决 它无法通过单一的一个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它是一个 必然会到来的趋势 无论将来我们是 监管的角度 还是技术的角度 我们必须解决它 而且它也不只是一个 科技领域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建了一个 CXO网络 已经好几年了 在这个网络里 我们大概有 大概32个 都是美国这种 就是1000强企业里面的 C-Level 就是他们的首席技术观 或首席数据观 就比如说像Target 你知道Target 美国这种连锁的 传统的超市 包括一些美国 传统的这些大型的企业 他们都开始设一个 新的职位 叫首席数据观 因为他们意识到 数据的重要性 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必须要有一个 基本概念 就是数据是资产 数据可能是我们 未来最有价值 最快增长的资产 那对于企业和公司 也是一样 那他们也想去 更好的去抓住 数据的价值 抓住资产的价值 但同时也要保护 他们自己 所以像我 其实今年跟他们 很多的这种讨论 他们经常在问我的 就是跟数据监管相关的 因为一方面 他们有海量的数据 他们从来没有用过 但是他们现在 开始想用了 又担心未来 如果监管的话呢 他们怎么样 可以通过技术解决方案 去规避自己的 潜在的风险 还有连带责任 所以我觉得 针对这些数据的 无论是说 它的处理脱明 怎么样去定义 数据的所有权 去进行更好的 数据追踪 这也是非常非常 关键的一个方向 而在这些方向里面 拥有最大量 最高质量数据的领域 就是医疗 其次就是保险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它又回到了 说实际上 也是跟医疗领域 紧密相关的一个方向 其实很多 包括我们 就是之前讲说 为什么α0 αGO 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或者说大家的关注 但其实α4 是有更强的商业价值 反倒可能 大家的关注点 没有那么多 也是因为可能 α0αGO 它以围棋这样的一个 大家好像都马上能够理解和切入的点 去展现了它的一个应用 但是α4 确实可能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 大家看不到这个技术的革命性 它的关键性 和它未来会对我们整个各个产业 还有生活的一个影响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 其实能让大家看到 为什么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这个进展对于整个 就不只是我们单纯讲说学术层面的结构生物学 而是对于我们整个各个商业层面的应用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和推动 包括其实我们本身 其实看到这个消息是非常非常激动和高兴的 因为很多的 以前我们看到说 包括我一直为什么不太碰 就是说生物制药这个领域 就是因为它在早期的研发的需要投入的时间 还有包括它需要投入的资产的量级是太区大了 所以对于一个基金来讲的话 我需要考虑说它的投入 还有说产出 包括说将来的一个退出的一个时间 但是如果像AlphaFold这样的技术 开始做商用化 实际上这个研发的周期会大大减短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VC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也就会更愿意在这个方向 去进行更多的一个资本投入 以前现在实际上更多还是说大资本 甚至说药厂在这个方面的投入 但未来很可能也会打开资本的多样性 参与者的多样性 所以就更能激发更多一些新的创新的技术 通过这样的一个驱动去涌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 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技术 只是说可能现在没有看到 大家像关注AlphaGo那样关注AlphaFold的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大家没有在自己脑海里面 就是形成一个对标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围棋 对 你说我们大家做一个Boston Dynamics 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视频 给大家看到这个牛逼 但是你如果再讲到这个AlphaFold的 就你上翻两下 你稍微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蛋白质折叠 你再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冷冻电竞 然后大家就已经 已经完全Lost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对标 都是我觉得能给让大家能重视起来这个东西吧 我们都是在这个风头圈或者是科技圈嘛 然后看多少人转发了 其实是寥寥无几的 就完全不像是当时可能AlphaGo 大家完全就刷了屏了 对 是的 是的 那好的 我们今天谢谢张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这个深入浅出的聊一聊 这个AlphaFold 然后是什么 然后同时我们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可期的 在商业上面的应用 非常感谢张璐帮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解释 好的 谢谢 谢谢丁角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期节目除了主播和嘉宾 也感谢我们团队的迪卡布里辛 陈太太和Luke 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节目后期的制作 也感谢小爱 她是每次将音频上传到各个平台的人 她同时也是生小音这个账号背后的小伙伴 同时也感谢紫珊和Amanda 他们每次都将音频整理成文字 并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如果大家想要长期关注我们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生动活泼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声是声音的声 也请支持我们 例如在您所收听的音频平台上点赞打分 或者通过打赏的方式支持我们 大赏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网站声.fm上都能找到 s-h-e-n-g.f-m 当然也可以转发给你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这档节目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报道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